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赵文在韩文 开花 师傅 麻烦一下 就是说我做那个视频 那个编辑不行了 我就取证了 它一断一断了 我现在编一块 视频编辑啊 我不会搞 操作 我油盘也有 我买的光盘都有 我不会操作 你是想用客盘是吧 不是 我细极需要做视频 知道吧 做视频 对对 就我自己就要上传网上 因为我取的正是一段一段的 一段一段的 我想编织的一块 你想做一个视频 做一块的 对对对 我们这能够做什么 对 你好 你是哪哪哪的 我去从加拿大 加拿大 我知道 从加拿大 我知道 你好 你这个不要跟我说了 这个三体这个事 你们这个 跟你们这个三体 我不是党员 也不是团员 什么都不是 我都被中共排了一辈子 排二十多年了 这个我在世界上都知道 在国内国外都知道 吕千荣 中共安卫人说 都知道的 我在这个凯迪论坛 以前在天涯论坛 这个洪王论坛 这个凯迪论坛 那个网易论坛 都轰动的 就在2010年到2014年 都轰动的 到时候都着不必轰杀的 到时候 然后这个你们这个 我现在在这个 那个博信新闻网 吕千荣的博客呢 也都非常有影响的 我每一次 我每天的点击流 就华文都 点击流一两万的 你都知道了 我对中共这个邪恶体制 揭露的是非常透的 可以说哪个人都没有 我揭露的多 我揭露的都是几十万 这几十万都是揭露的 他这个体制应邪恶 他把我揭露农民互当案 从95年 揭露农民互当案 先受打击报复 然后被江南民批示 劳动教授三年都下没关 在安徽省保护劳教所 小豪大队 机运中队劳教的 然后就是说从 1997年 老叫做2008月份 就关押了三年两个多月 他本来两年三年 然后就又延期了三个月 三个月都关了两个多月 三年两个多月 然后再晃了我 然后在里面 就把我脑子给控制住了 这件事我都在 网上都知道的 你们一收入知道 吕强荣的博客 那博信里面 谷歌博客 吕强荣的博客 你收入都知道的 这也是 他提琴太斜了 然后我2008月份失望 一直到现在 中共江南民集团 都关国保 就是每天控制我脑子 同步控制 我的电话通讯网络 在同步控制 这个群众的脑子 对我进行公开 讲我排害磨杀的 就是你每天 你干什么 他都排害磨杀 你想的 只要你提前 五分钟之内 你想出来干什么 马上群众全部都知道 看你都说出来 因为我右手严重资产的 爱极的 又被他长期排害 从99年 就被吓成心理 2009年 就被吓成心理障碍 要去滚杖走路的 所以说他在 我严重资产的 就是严重资产 包括要出拐杖的 这个特征 然后就要 在控制群众脑子 对我进行公开 讲我排磨杀的 就是说你脑子 想的要干什么 我都在网上 揭露太多了 知道了吧 马上两天 我又要揭露了 知道了 包括我这个 我不想再说了 你照网看吧 我别说你 你这个事 关于三队的事 你什么都不要 再给我打电话 以前你们去那 都给我打不电话 我就告诉你了 我什么都不是的 什么团阅 少阳队员什么都不是的 我就是中国人 你别说了 就这样过来 我想问一下 你小的时候 有戴过红领巾吗 哎呀 那小时候的事 戴过红领巾 你不要说这事了 小时候戴过 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事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是红领巾 你咱都不知道 那什么东西 你别说了 你别跟我说了 这也是 你像这位亚洲电 连都给我打过电话的 包括新唐人 这个黄色大纪元 也都给我打过电话的 知道吧 他们也切忘我了 有的媒体知道了吧 你有写 就是不要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了 我就跟你说那么多了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了 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了 因为我在国内 受这种迫害 知道了吧